律所章程明文规定 晋升高级合伙人 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 是原有合伙人同意 对 律所的章程还明文规定 如果原有的合伙人 犯了重大的错误 对律所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律所的管委会主任 有权提议 对该名合伙人 做出劝退的处理 你只是一个错别字 并没有给客户 带来实质损失 罗宾是好样的 使他力挽狂澜 否则损失不可估量 事实是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事实上 是你犯了错误 差点错过了客户的诉讼时效 这个对于律所来说 就是重大的错误 您是在暗示我 如果我不同意 罗宾竞升为高级合伙人 您就要将我劝退 科学表明 人是唯一接受暗示的动 优秀的律师 是律所最大的资源 也是律所最大的资本 为鼓励优秀律师 参与律所管理 共享发展成果 根据全景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管理规定 经全景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管理委员会 2019年三次全体会议平议 并报全景总部管理委员会批准 贺晋升 罗宾律师 赵旭律师 为全景高级合伙人 好的 别跳我吧 是 还有很大进行 可以 您的非得 您的非得 没有非得了 反过 不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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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主人说 你还有很大进度的空间 你都会好好办的 嗯 每个灵魂都在各自身上 随过释放 选择让谁失望 都不该 选择自己失望 对千里无限渴望 对愿的充满信仰 银行你才是照亮 多疯狂 多倔强 正义的形状像什么模样 愿善良 难道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他们家 我们去口大压 张也这是个好主意 好 坐在我们的容易成胜 走吧 好 坐在我们的容易成胜 来 您在中间 好啊 两个先生在两边 对不对 来 那边 来来来 你在那儿 来 来 好 准备 来 一 二 好啊 你的办公室不在这儿啊 我是来找你的 早上来过一趟你没在 堵车 外边堵得就像个停车场一样 你从来都不会迟到 你不管公司的靠近 我是说你是故意躲开 今天早上的离会的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你曾经给我机会 但是我没有珍惜 因为我反对跟你一起 反对罗宾 我就是怕你误解我 事实上 我一直想让你成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 但是封印更欣赏罗宾 我没有看到你更倾向于我 那是你没认真看 我认真地看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百敬红是你主动介绍给罗宾的 但是后来罗宾把你排除在外了 实事求是的说 百敬红是个比较难缠多疑的人 他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把我的朋友发展 成为我的客户 实事求是的说 你交朋友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朋友 有朝一日变成你的客户 那也没有什么错 当然没有错 整个律所都知道 你的专业并不在法律上 你的专业在交朋友上 你不能把你没有晋升为高级合伙人的怒火 发泄到我的身上 你的理解太下癌了 那你怎么理解 提百敬红这些成这么烂骨子 不就是为了要刺激我吗 那是你的理解 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你 提醒我什么 提醒你当初就在向罗宾示好 否则你应该把我直接介绍给百敬红 而不是介绍罗宾 况且当时你就知道 我跟罗宾都在一起争取百敬红 你不清楚的是 百敬红他想找一个男朋友 我也是单身 你不会喜欢有钱有强势的女人 但是你没有给我这个选择的机会 你直接去找罗宾 而不是来找我 本来你可以跟我说 何塞 我认识一个富婆 你想不想去见一见 我闻言归正传 言归正传 就是你当初就想去拉拢罗宾 但是后来发现拉拢不成 你没有想到罗宾对封印 会有这么高的忠诚度 这一点超出了你的想象 而现在罗宾已经做了高级合伙人 如果他跟封印在一起了 他们俩狼狈为奸 你就更没有话语权了 所以你会到我的办公室来 坐在我的沙发上 来拉拢我 你说话总是这么 一针见血 我不喜欢绕弯子 如果一针 我就能扎出血来 我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去扎第二针 好 开门解战 封印是你父亲的学生 我们父子关系不好 去浓于水 你不了解我 我了解你父亲 你不了解他 你认为你了解他 其实你不了解任何人 因为你所说的了解就是控制 你想控制所有的人 你没有试图去了解任何人 所以你现在会截然一身 你不会去爱任何人 任何人也不会爱你 人和人之间除了爱与不爱 还有其他的关系 比如呢 比如 尊重 欣赏 信心相信